门福林妈咪,以前还总是听人家说,女儿不好养,养女儿费心之类的话,似乎女儿难养已经达成了大家的共识,现如今说这种话的人越来越少,可能是随着生活压力和养男孩的成本增加。 男孩为什么难养?我觉得正在于男孩身上的某些特质,比如说男孩子身上的高活力,高活力的男孩子需要家长在教育的过程中格外费心。 下面就给大家列举四个在教育男孩中,家长有时候会犯的错误,家长朋友不妨对照一下,看是否自己出现过类似的错误。 错误一,高活力就等于多动症,很多男孩子都会有坐不住的情况,想让一个小男孩安安静静的做一个美男子,估计比登天还难,一方面是因为孩子小,缺乏自我管控能力,二是因为男孩骨子里流淡着的就是热血,所以好奇,多动是在所难养的事情。 但是家长不能因此给孩子贴上一个多动静的标签,因为标签或孩子的成长会有相当大的局限性。 家里的男孩是怎样的一种性格? 依靠父母的主观一段,只会给孩子带来很大的成长阻碍。 错误二,不允许男孩哭,阻止了男孩的情绪发展。 但是实施这句话已经害苦了许多男孩子,不鼓励男孩哭,甚至看到男孩哭泣会批评打骂。 这种行为导致男孩子会过分压制自己的情绪,最终导致情感发展受到阻碍。 错误三,把男孩的争强好胜,误认为穷能和对抗。 男孩子好胜心强,世事都喜欢争第一,比如我们经常会看到男孩子之间,想念这些对话。 男孩身上有这种争生心,竞争心,征服欲是很正常的事情。 大概每一个小男孩都会有属于自己的国王吗? 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不断征服,可以达到心中理想的高度。 家长千万不要把孩子表现出的某些争强好胜的行为,物当作蠢能和不自量力,非但不鼓励,反而把孩子打击得一无是处。 其实,男孩女孩的差异从怀孕的阶段就可以显现出来,而到儿童时期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。 而我们目前的教育都是要求孩子听话懂事,做一个关孩子,所以导致很多男孩被压制,被苛责,被孤立,甚至责罚,打骂。 可怜的孩子就这样要么被抹杀个性,要么更加叛逆。 所以作为家长我们要去了解孩子,走进孩子的内心,陪他们长大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